谢谢再一次谢谢徐斌先生 徐斌先生和他所在的企业 作为国之重器 大国最重要的脊梁 我们的制造业来说 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特别希望徐斌先生 未来能够继续带领路宝 在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远 好女士们先生们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 一财网一财.com和第一财经 手机客户端同步直播 本次活动 您可以继续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邀请您的朋友一同 来实时分享我们的论坛 和稍后的颁奖典礼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产品 它叫做蝴蝶牌缝纫机 大家一定记忆深刻 作为曾经的四大舰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 寄托了在座很多朋友的思绪 和美好的回忆 其实呢 这支来自于上宫身背的蝴蝶 也曾经是一度无法振持高飞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上宫身背并购了 德国缝纫巨头 一举进入了世界缝制技术的高地 在现如今 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 领军者该如何修炼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上宫身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张敏先生 带来他的分享 掌声有请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今天呢非常高兴啊 有这个机会 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这个邀请啊 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原来呢 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啊 还有点犹豫 因为大家刚才都已经听到了 现在是制造业的寒冬 那么在业绩不佳 在我们制造业 在低谷奋斗的时候 是不是低调一点 少出场 讲讲话 我们是不是多做一些 后来想想呢 也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刚才我们 这个黄伟老师 已经给我们做蝴蝶 家用蝴蝶的广告了 这个机会 实际上也是我得到了 那么 这里面呢 我来到这个会场以后 一看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剧 其实 我在上宫身背工作了15年 今年是整整15年 那么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我的主要的一件 重要的工作 实际上就是剧 也吻合我们今天会议的这个主题 作为一个董事长 作为一个班长 实际上无论它是国企 还是我们现在的混合所有制 其实我的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凝聚人心 带好队伍 我们不仅要带好 我们中国人的队伍 可能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还要带好 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 世界全球各地的队伍 那么我今天呢 就是以全球化 新时代的领导力 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 是有哪些做法 那么希望 说得不对的地方 大家批评指针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历程 年纪比较大了 这个到今天为止 整整100岁了 那么中国的企业 实际上有一个百年的品牌 特别是制造业的品牌 能够存活100年 应该还不是在吹 是非常少 可能一个药店 可能一个文化 比如说这个食品 这样的企业的 可能历史比较长一点 但是制造业的企业 在中国 我们是真的是一个老品牌 那么在上海市政府 今天大力地推从 中国制造 上海制造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企业 更应该要在 这个低谷当中 要坚持 要奋斗 我们再次一军突起 我们朝着我们最终的目标 也就是 我们要在细分市场 做世界第一的 这样的一个愿景 而奋斗 100年以来 我们无论是在 民族资本家的 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我已经是 听故事听过的 还是在我们刚刚 在国有时代 取得辉煌以后 取得了一个 改制上市的机会的 这个年代 还是在我们 被民营企业的崛起 以及我们外资企业的 这个侵入的 这种双重加级下 国有企业 走迈程之路的 这种艰辛的 艰难的局面下 还是在我们今天 迎来了 我们混合作用制 改制的这个时代 我们的工作 一个是凝聚人心 还有一个 我们就是奋斗 我们就是承担一份责任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 企业的责任 而是对我们上海制造 乃至中国制造 乃至我们中国企业 能否全球化的责任 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应该说呢 我们在2004年 我这个应该说是 寿命于危难之中的董事长 我接过了 我们前任的这个 掌门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那个时候的上工呢 应该说 可以说是主业连年亏损 巨额亏损 我们有的是产业工人 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要发工资 这个时候怎么生成下去 那么我到了以后呢 当然我当时 这个实话实说 也是不大愿意 到这个亏损企业来 但是国资 我们的组织 要求我来 最后我是凭着一份责任 还是来了 来了以后 就得要有一个信念 我怎么去把它弄好了 我们的技术 已经不如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把国外的企业 进入了我们中国市场 我们的成本 肯定是要高于 我们崛起的民营企业 这个时候你怎么走 那么 从那个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机遇 就是国家 号召我们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 跨国并购 那么这句话要说的话 他说的是 国家是支持 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当时我们这个企业 我可以说是 根本是不具备条件 我们数了数了 就说我们跨国并购 要领导发达国家的 一些企业 你的外语能力 总共要吧 我把所有搞外贸的 一些业务员都算起来 我们这个企业 整个集团 大概找不到十个人 会讲英语 其实是没有条件 那我们这个企业 本身是亏损的 资金 我们的这个 能力实力 是不够 去到德国 并购一个 比你规模还要大的 你去舌头一下 这是不可能具备条件 但是那个时候 如果你不背水一丈 那么我们上海蝴蝶 上工工业缝纫机 这个品牌 可能就会像现在 诸多的轻工品牌一样 也都会销声力气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下定决心 走出去 坚决地去并购 德国的一家百年老店 那就是杜科普爱华 那么奋斗了八年以后 我戏成八年 看战以后 我们带领 杜科普阿德勒 这支蓝军 打败了在欧洲曾经的老大 百福工业 百福工业 它的logo是红的 所以红蓝 这两支 劲敌 他们在欧洲市场 来自全球市场 是竞争了150年之久 那么我们带领南军 打败了红军 那么这个时候 百福它与一欧元 又被我们收购了 它是主动地被我们并购 那么在13年同年 我们又并购了一家小的企业 但是它是聚焦于3D坟仁 用机器人的技术 来实行三威立体形状的 坟仁的这样的一个高端技术的 他们的这样一个小的家族企业 并购以后 我们拿到了最前沿的技术 我认为这是一种前瞻性的收购 到了14年 我们又尝试 以仓股来投资了 另外一家 在编织痕迹上面 应该是全球老二 历史最悠久的 池舵公司 当然这个公司 因为我们只是仓股 虽然是单一第一大股东 但是后来我们认为 这个商业机会 并不是在我们手里 所以去年我把它卖掉了 这个股权卖掉了 那么到了5年以后 我们国家 号召我们这些搞制造业的人 要聚焦于中国制造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实施了一些 扬为中庸的办法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国内这块 变成了我们进一步 发展的一个重点 我们在2015年 浙江也是缝纫机之都 台州 我们并购了一家 以合资的形式 并购了一家 20年的民营企业 使我们将标准化的产品 也增加了产量 到了17年 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 上海的一家小企业 通过资产重组 人员的这个并入 把它重组 这样的就使我们的 编程能力 使我们从原来聚焦于 柔性材料 我们能够延伸到了 这个刚性材料 那么在汽车焊装 在特种设备 智能化工厂的设计 等于这方面 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在2018年去年 我们收购了天津富裕 使我们在柔性材料的 编程能力上大大加强 把中国的技术 做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才有机会 把德国的高端的技术 融合起来 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了 我们有一些做法 说起来很简单 真正执行到位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比如说我们刚收购 几家德国的企业以后 那么我面临的一个问题 原来这些企业 它都是各自伪证 他们做法 都是我什么都做 能赚钱的都做 那么一旦我们把这个 七八家企业 收购起来以后 如果你们内部 要有竞争的话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是非常头大 天天可能我就 接到的汇报 就是我们内部的竞争 我一直戏称 我说我们有些人 就是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我说你们怎么 不去 去到外面市场上去竞争 抢别人的这个饭碗 你为什么在 总是在内部在打仗 抢自己人的饭碗 我说这是不对的 但是后来一想 不是他们的错 应该是我的错 所以我就对他们 所有的工厂 做了一个批度的布局 布局的调整 这个道理很简单 搞制造业 因为我们是草根 最基层 现在都是 高大上的都是金融 那我们现在来说 搞制造业的人 能够坚持几十年 其实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你要掌握它的规矩 规律 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低成本的区域 你做低负价值的活 高工资 高成本的这个区域 你只能是做高负价值 高端技术的这种产品 这个就很简单 人人都可以当总经理 人人都可以当董事长 但是要做到我们全球十家共产 能够让他们放弃他原来的弱项 而聚焦于自己的专产 让他放弃是非常难度大的 但是好在德国人呢 讨讨论会讨讨论 炒会炒 平时吵架 但是一旦会议决定 他们的执行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我们把德国就聚焦于高端的集成 最后我们的产品 都可以打上Made in Germany 这样子呢 实际上它是提高了我们产品的附加值 那我们在东欧 我们有罗马里亚工厂 有捷克工厂 其实他们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特别是罗马里亚 它现在比我们江浙 或者上海的这个成本还要低了 那我们让它去专注于做零件 对吧 捷克工厂它的工业基础非常好 我们让它做缝纫机的机头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是有所区分的 高端的地方 比如说上海天津 我们让它做电控 让它编程 对吧 那么我们在浙江江苏 相对成本较低的地方 我们是做量产 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本事 那就是贫量生产 我们一旦批量化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成本做到极致 那么另外一个我面临的这个头大的事情 原来每一个企业它都是有自己的品牌 也都有自己的销售网络 跟整个的这个销售渠道 那往往他们为了自己的业务 相互之间走到了共同的一个客户那里 相互 内部相互竞价 这个对我们的企业实际上是有伤害的 其实我们收购百福 那么就在德国把老大老二都收购掉 其实有一个这个战略策略是什么 就是消灭竞争对手 巩固我们的毛利率 那么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统一全球市场销售 好在因为我们聚焦的是一个稀分市场 我们收购的这几家人家都是做缝纫机的 做缝制设备的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把销售来完全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整合 我们把名称都改成叫DAP DAP 那么只要是DAP 你就是销售公司 然后我们把中国人 让中国人管亚洲市场 让我们德国的团队管欧美市场 这样子呢 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啊 更加适应于当地化 那么这样子做了以后啊 应该说 非还是非常有效 当然新的问题还会产生 时间关系的我也不多展开 因为这个并购啊 真是千言万语 就是你到不同的时候 会出现新的问题 你得要面对 我们今天呢 因为是给我一个做广告 做分享的一个机会 我还得多讲好一个事情 少讲那些艰难的 或者是讲那些不好的事情 多品牌嘛 这件事情我没有把它读 因为如果你把收购的企业的品牌 把它消灭了 除非你的品牌 比它的品牌影响力要大得多 但是我们收购的德国的企业 它是150多年的历史的企业 有非常深厚的底润 有非常广泛的市场影响力 我们干嘛要消灭它 所以呢 我唯一把它们并购以后 能够留下来的 也就是每一个企业的品牌 我都把它整合起来 但是做了相对的分工 那我们讲了一句话 怎么做广告呢 那就说这么多的品牌 都是做缝纫机的 那只能说一句话呢 就是together for you 那只能这样的 对吧 我们所有的品牌 都是为了我们的客户 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层次的客户 他们有不同的产品的要求 不同的技术的要求 那我们都有 你来选 我们用统一的销售机构 去打市场 去跟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竞争 你看我们在并购之前 我们2004年并购第一家 到05年 我们从原来我们只是 聚焦于服装这一个行业 服装服装机 到我们 这个今天 可以说全球市场 而且是把传统的香包 制鞋 汽车 这些我们都做进去 特别是汽车 我们是分了一份根 应该说这前十多年的 十几年的 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 造就了我们这个配套设备 供应商的一个经营业绩 当然今年 或者从去年开始 我发觉这个经济规律 我们这个行业 真是十年一个周期 真好是十年 2008年 09年 全球金融危机 我们制造业 难以幸免 今天 冬天也到了 汽车工业的 15%的下滑 就造成了可能我们 销售输入的 20%的下滑 也有可能造成我们 这个利润的 甚至于50%的下滑 这个传递啊 它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 当然我们现在 也赢得了很多的高等客户 由于我们收购兼并 我们的产品 高附加值 高效率 智能化 所以呢 可以这样说 全球 你们在座的 如果有奢侈品的包包 跟衣服 如果不用我们的 粉纫机 它就造不出 那么高价值的 奢侈品 几乎全都是 我们的粉纫机做的 汽车工业当中 欧美 以及中国的 汽车的内饰件 因为你们可能不注意 因为平时 往车里面一坐 谁注意那个 粉纫线机啊 今天你们再 坐回你们的车子上去 只要是 相对高端的 这个汽车 上到天窗 内部到安全气囊 前面 这个dashport 就是这个仪表盘 再到你下面的座椅 地毯等等 全部的内售件 现在都是使用我们 自动化 智能化的粉质设备 来粉质 我们在高端市场 我们几乎占了50%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日系 韩系的这个市场 我到现在为止 打了十几年 也很难打进去 这个说明 日本人啊 韩国人 他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团结 这个日本人买日货 这种理念 是难以攻破的啊 这是我们没有做到的事 那么同时呢 我们通过3D粉纫 也就是用机器人 抓住粉纫机 来实行 对三维立体件 进行粉纫 再借助于我们 比如说碳素纤维 复合材料 这一类新材料的 这种应用 这种应用的越广泛 把我们这个粉纫机 小小的粉纫机 我们卖到了 波音 空客 商飞 这种大型的 这种飞机制造台 它是做什么呢 它是做飞机的结构件 比如说飞机的参门 它是个立体弧形的 它是用碳素纤维来做的 如果不是碳素纤维 它不轻 对吧 但是呢 碳素纤维也有个缺点 如果你在横前面 去碰撞的时候 它容易散掉 那么如果我们用 纳鞋底的这个原理 让千针万线 把它连接在一起 它就不会散掉 所以我这个供应设备呢 应该得到了 第一是得到了波音 给我们的这个创新大奖 从此呢 我们在航空这个领域 航空航天这个领域 当然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大会我不讲 有些军工的 包括我们这个弹 导弹 这个前面的保护层等等这些 都是有结构的 弧形的东西 立体的 这个都需要 用粉朕的基础 来使它 完成它的整个的制造 这个我不多见传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 其实 怎么去打造一个制造业企业 特别是一个全球化制造业企业的 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 我认为我理解 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在于研发 是在于我们持续不断的 研发 而且是跟我们现在的技术 与时俱进的 去跟进 你才能够在市场上分一分工 你们想想看 我们这个德国人的公司 多少贵 其实阿里桑海那个公司 阿里桑海那个公司 阿里桑比你了 当然也不便宜的 上海人的公司也是很贵 我们还能够 做缝纫机 能够赚点钱 还能够 维系一下 我们这个上市公司 其实呢 靠的就是我们的研发 当然我也一个很头大的事情 就你在前面研发 比如说工业4.0 我花了1000万欧元去研发 但是呢 后面抄的人 很快 他可能花100万欧元 他就拿到了这个技术 然后他也在宣传 他说我也是工业4.0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应该说呢 其实我们也头大 但是也不行 我们必须要坚持 那我们就坚持要做分工 那么就是把研发 你每个企业的核心的地方 主要的地方 我们把它使用起来 其他的相互交流 这样子呢 使我们涌立于不败之地 领寻时间 我们简单的看一看 这些图片 还是缝纫机吧 一定是工业装备的 对吧 这些图片 当然是我们从柔性材料 已经延伸到了 我们刚性材料的这个缝纸 不是缝纸 焊接跟装配 对吧 同时呢 我们率先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走进了工业4.0 实现了智能共产 那么这里面我要用一张PPT 因为今天说的是领导力 对吧 中国制造 跟德国制造 中国人 跟德国人的文化 我们亚洲的文化 跟我们欧洲的文化 怎么去把它们能够统一起来呢 我说我没有本事 去统一文化 但是我可以统一我们公司 这个经营理念 我们可以把中国制造的优点 跟德国制造的优点 尽量地接近 甚至于融合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要把 这两种文化 两种做法 或者说倒过来 我要摒弃 很多德国人的缺点 我们要克服很多中国人的毛病 我觉得这一点上 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心得 最后呢 我们是把世界各地的人 各种文化不同的人 聚在一个平台上 大家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能够取得一些成绩 我们的理念呢 永远是市场倒下 客户不需要的事情 我们干嘛去做 一定是客户倒下 所以我今年呢 又着重地 在我们全球 所有的管理层面大会上 我要求 我们说我们要打造 把SGG 打造成为一个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企业集团 对吧 效益优先 为什么要效益优先 企业没有效益 刚才我们各位老师 说的这个社会责任等等 都是空话 首先你企业要有经济效益 这是基础 当然我们在这个企业内部 因为还好 有英语是大家共同的语言 说实话我也不会说德语 他们也只会说一两句中文 我们呢 有很多的这个非常简单的用语 那英语我就不说了 话汉为简 我们主导的任何事情 凡的事情 你怎么去简化它 对吧 抓紧时间做 对不对 管开沿路 德国人这一点 比我们中国人好 特别是像我们的国企 我这个董事长 我会议桌上一坐 大家事情都没有了 都听你一个人在说话 这个事情呢 是很容易 使我们这些 如果知识不够的人 当领导 会出现重大的错 失误 但德国人很好 他可以讨论 open discussion 最后他可以跟你吵架 甚至于他可以跟我这个老板吵架 但最后统一了以后 just do it 这个就是德国人的优点 数据说话 我们不需要 去讲那些绕弯弯的事情 一直说 我们家有句话 一直在说的 叫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废话别说 数据拿出来 就证明了 还有一句话 是邓小平说的 要摸着狮子过 我们有的时候讨论过多 制定这个策略 那个策略 不如探索地去走啊 去做 走向我们河的对岸 对吧 我们这个最后一章呢 实际上是我们说 怎么上工 一个做缝纫机的人 一个一百多年以来 做小小缝纫机 现在谁要缝纫机呢 这样的疑问 问我的人太多了 你们怎么能够 才能够勇力朝土呢 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 但是坚持一点 那就是创新驱动 我们才能让上海 这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我们在这里的 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的企业 能够勇力朝土 当然最后 我们还是再做一次广告 因为刚才 黄伟老师已经跟我做过了 今年是我们 蝴蝶 家用缝纫机 这个品牌 制造业的品牌 整整一百周年 那我们也有一个理念呢 就是说 我们只是搭建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的平台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 不仅是我们的员工 而且是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的经销商 我们的客户 join us 那么我们 因为是做缝纫机的 这个未来 是缝出来 是柔性材料上面 缝制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 叫soying the feature 这句话呢 是我们在我们企业里面 每个人都记得住 而且讲得出的 一句广告语 所以呢 我的经验 今天能够分享的 其实再回到我们今天 这个大会的主题 那就是聚 我做的这十几年以来 很多的艰辛的事情 就是把各种人 聚集在一起 在这个平台上 为我们的公司 奉献自己的力量 让他们自己有一个理念 就是说既为公司做 更为自己做 如果你只是为公司来做 他不一定自己 当你要做的 让他感觉到 是为自己做的时候 他才会起劲 才会努力 才会卖命 所以简而言之 我们也就做了 这一点事情 也就是凝聚人心 好 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敏先生的分享 在我们记忆当中 曾经外面